電影來看到台中有一家五口是集體液氧化碳中毒 疑似是因為戶外的陽台晒滿了衣物 阻擋空氣流通才會導致 也提醒您最近天氣不穩定 如果家裡的門窗緊閉 有使用瓦斯的話 務必要注意安全 台中醫院上週接獲一家五口洗澡時 液氧化碳中毒緊急送醫 疑似因戶外熱水氣燃燒不完全 陽台又晒滿衣物阻擋氣流 導致包含兩名幼童在內的五人 集體液氧化碳中毒 52歲的蔡先生提到當時狀況 余計油存 他說當晚用卡士爐煮火鍋 家中五人輪流洗澡 太太先頭暈想吐 隨後昏倒在浴室 嚇得他趕緊叫兒子報警 檢查他的血中的 一氧化碳濃度分別高達17 然後甚至到達42 然後立即給他在急診室 給予高度的純氧面罩吸氧 而且我們還會診了 我們台中醫院的 高壓氧治療中心的主任 房主任 然後安排在半夜的時候 深夜安排高壓氧的治療 小朋友手裡拿著棒棒糖 一邊看卡通 醫療團隊還特別安排阿公和阿嬤 分別抱著兩名幼童 躺在高壓氧倉中治療 目前五名患者都以康復返家 一時提醒 一氧化碳是無色無味的隱形殺手 民眾若冠窗必寒 同時在室內烹煮食物 務必保持空氣流通 一氧化碳中毒之後 它會對我們的腦細胞產生傷害 那腦細胞受傷之後 會造成腦的水腫 那腦水腫之後 會造成我們一個惡性循環 讓我們腦的細胞更多的受傷 那我們高壓氧治療 可以來改善這一個 腦水腫的一個惡性循環 一時也呼籲熱水器陰裝在戶外 陽台曬衣也要注意保留氣道暢通 尤其使用瓦斯後 若出現頭暈 噁心 嘔吐等症狀 就要立即送醫 記者蔡正順 SNG小組採訪報導